那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烫伤以后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起泡 对 水泡 那这个泡 我们要不要主动地把它挑破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误的做法 既然起了泡里面都流不出来 那皮肤都是完整的 细菌也跑不进去 对吧 我们要尽量地保证这个伤口的话 它不破掉 保证这个水泡不破掉 所以的话一般来说的话 在1.2到1.5厘米 这个是翻译过来的一个数据 以下的水泡的话 咱们是不用再处理 说到它的高度是吗 不是 直径 高度 如果太大的话 超过了我刚刚说的那个范围 咱们送到医院去 向医生来评价 是不是他要那个引流 我们有四个字的 有一个四个字的口诀 冲 泡 盖 送 冲 凉水 冲 是吧 15到20分钟 泡 浸泡 降低局部的温度 盖 找个无菌的附料 然后的话 把这个局部的伤口盖起来 隔离 对 对 对 然后的话 送医院 冲 泡 盖 送 明白了 冲 泡 盖 送 家庭烫伤急救的四大法宝 四字真言